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歡迎收到新晚之情室 我是凌宇山 這是最近中共大外宣王志安關於台海戰爭 台灣必定投降的言論 至於打起來之後,台灣會不會投降? 我認為台灣大概率會投降 而且不會時間太長,幾天之內 這個投降到時候可能不一定是台灣政府組織的 可能台灣有一些愛國人士組織一個社會團體 主動地跟中國政府談判,所以我們投降 沒必要打了,大家都是中國人 這是中國版的少依古馬 也準備1小時22分拿下台灣 面對強大的俄羅斯 無法落地還跟俄羅斯接任,都沒有投降 中國和台灣隔著海峽天潛 就這麼輕易會投降? 如果這麼容易的話 中共1949散政到現在74年 為何還不敢打台灣呢? 如果共軍武器真的有這麼強的話 一走不會有下面的事發生 最近伊朗和巴基斯坦兩國又打架 伊朗說,兩國互射導彈和無人機 分別打擊盤踞在兩國邊的半軍武裝 不過兩國打仗卻意外地曝露了中國製造的武器一點也不好使 尤其是中國的防空飛彈實在太拉跨 但即是水貨一對 怎麼回事呢? 原來不理巴基斯坦從中共而引出的 涅英80中性防空飛彈 或是射成根源的紅旗9防空飛彈 都跟人工一樣 完全沒有反應 根據寫話成功攔截伊朗的導彈或無人機 印度AFY新聞網站22號指出 作為中共國的富翁小弟 巴基斯坦從中國進口了太多武器裝備 涵蓋陸海空三軍 但中國武器根本不像宣傳的那麼出勝 而且可靠性很差 再舉個例子 巴基斯坦近年向中國購買的涅英80防空系統 被譽為遊戲規則改變者 但2019年印度在針對巴基斯坦的巴拉科特空襲中 印度空軍出動了12架幻象二千戰機侵沒達戶 飛入黑十米印巴亭火線 對巴基斯坦進行越境空襲 這次空襲是自1971年印巴戰爭以來 兩架戰機首次越過控制線 以至兩架成為核國家以來的首次 而涅英80防空系統 將未能將印度戰機打下來 涅英80防空導彈 其實就是紅旗16A6基防空導彈的出口型 按照中共的宣傳 這款導彈射程遠精度高 使用了色提拉缸冷射技術 新一代雙控陣類大技術 他被抗把握攻擊力能力 全方向全空會攔截 抗干擾能力強等優點 主要用來攔截各類飛機 巡狂導彈 空地導彈和無人機 華一到涅英80防空導彈 能夠同時探索到200公里外的144個目標 並同時攻擊其中的12個目標 當然 這就是中共宣傳的話語了 但實質效果卻很難說明問題 此外,202年3月還發生在印度布拉莫斯導彈 不入巴基斯坦境內的事件 在這起事件中 中國製造的紅旗9軟程防空系統 意味著作出反應 探索和攔截印度導彈 布拉莫斯導彈在印度出展 俄羅斯出技術 兩個合作 在蘇聯P-800高馬路反艦導彈基礎上 研製一款新型導彈 導彈之所以被命名為布拉莫斯 是由印度第二大河 布拉馬普特大河 和莫斯科河兩條河流的字母組成 以掌証印羅兩個的友誼 這枚印度國產導彈 所以反彈導彈 擁有超長的射程 超過飛行速度和強大的火力 它被很強的得防能力和反彈之能力 而巴基斯坦從中國引進的紅旗9 是基於俄製S-300防空導彈研製的 遠程防空飛彈系統 分為陸機和海機兩種 海軍版稱為海紅旗9 外支版為防盾2000 紅旗9防空導彈 被中國大量和廣泛部署在三峽大壩和西南 西北重要目標附近 2016年 還被部署到南海西山河朵永慶島 引發了廣泛的言論關注 而2017年亮相的紅旗9B改進型防空系統 則是被國內小粉紅吹到上天 被稱為共軍營役最厲害的防空導彈系統 是甚麼巔峰之助 可以實現300軍力全方位覆蓋 反殺隱身戰機不用說 即使是美國愛國者系統亦比不上 但它的實戰效果又是怎樣 大家應該已經看到了 AFI 還分析 巴國空軍之所以決定 在12年內退役4架中國製造的 ZDK-03如競機 很有可能是因為它的聲率不計 AFI 還不無諷刺地建議巴基斯坦 重新審視其國土防空戰略 減少對中國的武器技術依賴 建立分層次、靈活和多元化的防空體系 對於保衛巴基斯坦的領空和確保國家安全 至關重要 自由時報24號報導指 台灣國防學者蘇紫蘭分析說 中國製造的武器 近年來雖然進步不少 但普遍有兩大弱點 一 是可能不能再取得先進的晶片 所以未來發展有限 第二 是國軍沒有足夠的實戰經驗 特別是導彈、飛機和航態領域 很容易受電子戰的干擾和反制 所以中共的武器系統 無法發揮預期的勝利 另外 23號還有印媒說 在印度米爾佐拉武邦的一處機場 發生了一起飛機墜落事故 一架免軍飛機墜落機場後 充足跑道 機身連為兩半 機上有14人 至少6人因為受傷而被送到醫院進行資料 而現場畫面顯示 這架飛機可能就是一架中國產的運伯運輸機 中國產的運伯運輸機 為何會墜落在印度機場並充足跑道 這件事可能與最近緬甸內戰有關 而緬甸空軍買過強武、遷錄、遷錄等中國國產機型 運伯應該也買了五格 2017年就墜位了一格 現在再墜位一格 就只剩下三格 沒有實戰效果那麼難 如何與強敵的美軍抗衡 最近前北約的最高指揮官 斯達夫·李迪斯 在其軍事節目中表示 中國十年內 都不具備與美國對抗的軍事實力 如果未來十年內 中美兩個一旦爆發戰爭 美國將會取得勝利 中國必敗 中國沒有辦法戰勝美國 斯達夫·李迪斯認為 儘管中國海軍實力大幅提升 列裝了大量的海面軍艦 在面對美軍時的動作 相較以往非常積極 但是中國的艦隊 在面對美軍艦隊時 會被擊沉 而且中國目前還沒有做好對抗美國太平洋艦隊所需要的一切 他說 在未來戰爭當中 美國能夠擊敗中國 最重要的原因是 因為美國擁有一個秘密武器 美國這個秘密武器 就是美國軍事原文的綜合實力 他認為一旦美國與中國開戰 美國的盟友日本、韓國、澳洲亦必將參戰 共獨殲滅強敵中共 具有展覽式優勢 斯達夫·李迪斯說 美軍現在在亞太地區 已經有37.5萬名軍事人員 美軍還打算增加更多國防預算 用於建設亞太地區的軍事建設 如果聯合美國的盟友 這樣在未來對中國作戰當中的兵力將會更多 中國的海軍艦隊 根本不值得一提 因此 美國將會聯合自己的盟友 在對中國的作戰當中除得勝利 前面講到中共軍隊缺乏實戰 現在就來看美國軍人的實戰經驗 以年60歲的美國太平洋空軍司令維斯巴克上進 19號親自駕駛 F22單作戰機 完成任內最終飛行任務 這個又是他在下個月升任美國空軍司令部司令之前 最後一次飛行巡禮 維斯巴上進具備相當豐富而且多元的飛行經歷 他曾經駕駛F22A F-19C F-15系列戰機 以及MC-12W運輸機 T-38 T-37教練機等 軍旅生涯飛行 總時數超過5000小時 同時亦給伊達克 阿富汗戰爭等實戰經驗 有意思的是 美軍還突然安排了 維斯巴的老婆扮演地勤人員 同親上一同 在一個夏威珍珠港 見證這趟飛行歷程 維斯巴完成飛行任務 回到機場降落後 接受水門禮迎戰 還在下機後 被他老婆用消防水果臨到整隻落湯雞似 送上滿滿的祝福 這亦是美國空軍常見的另類迎接儀式 大家知道 F-22戰機 是美軍演繹最先進的雙化動機第五代戰機 具備超音速巡航 超時矩作戰 高機動性 對雷達和紅外線匿蹤等優點 這款重型戰機 還只有單坐扣役 說明為斯巴必須獨立駕駛 而不是掩賴其他同僚的協助 這不能讓人佩服 美國將軍都是從下級軍事 一點點打拼出來的 實戰經驗簡直不用說 不止中共黨衛軍 都是飯局酒台上 飲茅台飲出來的所謂將軍 實戰經驗一點都沒有 要是因為怕打仗 將共軍最高機密 通過兒子透露給美軍的將軍 要是就好像已經被整肅的 葛珀 這樣 還在47軍當軍長時 通過向前視察的江澤民大獻殷勤 在江澤民睡午覺時 將勤武兵趕走 自己親自站崗 從而獲得清內 年升四級 江上崗為第一副主席 大家看看 這些中共將軍 都是甚麼課息 最後再看看美軍武器的可靠 在有目當地時間22日晚間 以美國、英國為首 針對湖塞武裝組織 實施了第八次空襲 成功摘毀了湖塞組織 引以為傲的多個地下導彈庫 五個大陸亦證實 美方本源已摧毀了青年運動超過 25個飛彈發射設施 和20多枚飛彈 外界推薦 美軍使用器 和提供給以色列破壞哈馬斯地道相同 以由於109重型轉地彈 並搭配910公斤的高爆炸彈GPU-31 成功達成破壞目標 亦充分顯示了美軍武器的可靠性 和愛國中攻的中國武器 完全不在一個級別上 破壞地下導彈庫的同時 亦顯示著美軍的政策能力 已達到如何擁有高度 美軍的太空偵察體系中 有一種被稱為 鎖匙東級的偵察衛星 解釋度已達到不應全 一會說 雖然沒有辦法看清車牌上邊的數字 但已經可以精確確認 報紙有沒有懸掛車牌 或者地面上究竟有多少人等 美軍這幾年 已設置了很多類似的衛星 能實時監控地球上任何地方的導彈發射情形 甚至是地下武器庫的目標 從而為美軍精確打擊提供可靠的荒謂人道 到底是誰叫做美軍的照片 谢谢观看